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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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也挺同情节目开头那位男生 你想想他多惨啊 为了追求心仪的女生 将自己不是唱歌那么好听的歌喉都甘心在他面前展示 但是最后竟然被人说 哎呦 你都五音不全 还不穿得那么难听 为何要出来啊 还要追不到自己最喜欢的女生 其实呢 对于这种人呢 我都是非常之同情的 那到底唱歌走音是不是就等于五音不全呢 街坊朋友 你们对于五音不全又是怎样理解的 是唱歌的时候音不在吊上啊 唱歌唱得不好听啊 在音感方面可能有一些感受感受不到 或者说是在唱的时候会有一些视频追的吧 唱不准音啊 比较难听吧 就是唱不准 找不到音咯 对 应该没有概念 音准不好咯 大部分街坊都觉得五音不全的意思 就是唱歌难听 整天走音 我们都问过街坊觉得自己会不会五音不全那时候 他们就很有信心地表示 绝对不会 我感觉还可以吧 不会 但真的要他们一展歌后 证明一下自己不是五音不全那时候呢 不是喉咙通呢 就说自己不记得歌词 不过 都是有些街坊朋友 大方这样 向各位观众朋友 唱回几句 下面听一下他唱成怎样呢 原谅我这一生不记放 中爱自由 在许多年 许多年前的一个晚上 你存在 我深深的脑海里 嘩 高手果然在云间 各位街坊 计我说 你们真的可以参加下一届的咪王争霸 那究竟什么是五音不全呢 为什么有人唱歌是五音不全呢 我们都去问一下专业的老师 那其实五音不全呢就是一种 最大大对音准不好的那种俗称 因为他们有七个音间 Dora Mi Fa Solasi 这七个音间 有些分不清这七个音间 有时候想通过唱 唱到这边的客戈 唱到或者很平 打根就没有一个起伏 那这样的话呢 别人听的时候 会觉得它完全是没有音准的概念 让我们走成这种情况做 就是五音不全 原来造成五音不全的原因 是唱歌的人呢 没有音准的概念 但是五音是指哪五音呢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有 Dora Mi Fa Solasi 七个音 为什么叫做五音不全呢 还有两个音去哪里呢 其实这个五音不全呢 是从古代传过来嘛 那么在中国古代呢 基本音间就是五个 它是少了一个发跟一个锡 所以呢 现在就是说 从五音不全呢 从这个成维是从古代来的 所以我们就说是五音不全 所以五音阶呢 是中国古乐基本的音阶 古人称为工商国飞语 所以有五音不全的诚语 原来五音不全呢 就是从古时候传来的一个说法 但是呢 我们从小到大学的乐理知识呢 音就应该有七个的 所以如果有唱歌唱不准的朋友 你们应该被统称为是七音不全 那说起又说 这个五音不全呢 有人就说 其实是一种病来的 那如果它真的是一种病的话 那医生来会很忙 事关在我身边就已经有 不少唱歌唱不准的朋友了 五音不全 为什么会是一种病呢 嘉嘉 你有没有听错啊 不如听到你街坊是怎么看的 不算吧 不是啊 不是吧 并不是说感觉是说一种病这样子 不算是吧 不算病可能需要更多的去练习吧 不属于吧 有的人天生就这样 那通过街坊我们发现 大部分人都觉得五音不全不是一种病 认为只是缺少了音乐的理解 或者天生唱歌就是这样 想知道五音不全是否一种病呢 去调查一下就知道了 到底在哪里才会存在最多五音不全的日子呢 当然是KTV了 这么多人唱歌 一定有一个是的 那我们马上就来到一间KTV 去看看他们到底是否五音不全 在这里感谢台会奔奔店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跟着格格马上一起欣赏一下 大家唱会如何 在前面那位美姐唱到真是堪不给原唱 但是这位姐姐 你确定自己是唱歌 而不是读歌 一回到尋找之下 嘉嘉终于找齐了几位在唱歌方面 个人特点是特别强烈的歌手 和听到嘉嘉苦口婆心的卷说之后 他们终于答应了来参加我们这个十几个比赛 好了 那经过了一番良好的沟通之后 终于说服到四位的民间歌手 参加今次《我不是歌手》的比赛 那还有呢 今天我们亦都是非常之荣幸的 请出一位很专业很厉力很把包的老师出场 马上有请他隆重登场 Hello 大家好 我是广州唱艺培训的凡老师 今天我会来简单地帮各位传手点评一下 他们唱得哪里好哪里不好 以及应该如何改进 谢谢大家 好了 相信有了凡老师的支持 我们今次的大赛一定会圆满成功举办 刚才我们就已经邀请了四位的民间歌手 马上就要他们依次一一出场 拿出自己的拿手饮歌出来唱给我们听 然后范老师再做一个点评的 马上有请第一位歌手 跟着又来马上欣赏下一位歌手的歌后 看看他是不是你心目中的 我不是歌手的人选 其实这位选手勉强来说都是在吊上面的 只不过他唱歌的时候 其实他声音会比较习惯 向喉咙唱 所以声音会比较偏白 我都想唱一句 含什么恋爱 含什么饮歌 听完老师的评价 我们立刻来请出我们的第二位歌手 看看他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经验 第二位呢 其实都不会说非常之太过严重的跑调 只不过呢 他唱歌的时候呢 会习惯整个声音会拉低 所以呢 整个发声位置呢 是非常之懒惰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默默接受 这位美女的歌喉呢 事不宜遲 我们马上来看看第三位歌手 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歌曲 第三位呢 其实我觉得他如果不是选择 太高难度的歌呢 其实他应该是可以唱得好的 只不过是选择这些歌上太难 他一个人暂时是没办法驾驭得到 听完两首慢歌 第一首快歌也不错 但谁知道 老师的那位英俊选择错了歌 跟随便是压促跟随的歌手 会不会来过逆择呢 下回听一下 下回听一下 我偷偷偷的夜间出来 我无重加白 自己留给我们被爱 那第四位呢 那第四位呢 其实是唱得非常之陶醉的 但呢 他就太过于专注自己的世界 是完全没有听到音乐的 所以整首歌 在唱的时候 就出现了很多音准的问题 听完四位歌手的演唱和老师的谦评 不知道大家心目中有没有答案呢 那刚才呢 四位都非常之努力地唱到自己的首 那你们觉得 哪个是唱得最好听的 我 我 我 那你们又觉得 最具潜力 最有提升空间的大奖 应该帮给我们说 是 是 是 究竟获得 我是歌手 最具潜力歌手 第一名的将会是哪个呢 范老师和嘉嘉 最后的决定将会是怎样呢 大家都露出重感张的神情 都怕拿了这个奖 好了 那我刚才和范老师的一番热烈的 激烈的讨论之后 答案就是 恭喜你 晴晴 你可以获得我们今次大赛的 最具潜力提升奖的第一名 是不是很开心啊 晴晴你好像不是很开心 不过都要恭喜你 获得了我们今次歌唱比赛的大奖 通过这个比赛 我们见识了各种不同的五音不全的人 原来每个人的五音不全的表现都有所不同的 可能是发音错误 都可能是本身不适合唱这种歌 那究竟五音不全是否得矫正的呢 老师那之前呢 你听完四个朋友他们在唱歌 那走音程度都有少少的 那你觉得他们还有没有得救呢 嗯 我觉得有的 因为我认为他们都不属于 不属于是先天性的那种音词 所以五音不全是有分成的话 是先天的和后天的 是的 哦 那所以晴晴 其实应该是中国一段时间 训练的话 都可以矫正到过来 只需要多听多唱 很多时候呢 很多学生都可以慢慢转变他 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样东西叫做音 你只要告诉他 你唱对 怎样才是对 经过一段时间调整之后 他就会明白 哦 那好了 那接下来这个星期呢 就麻烦小老师来了 听完范老师的讲解 我们可以知道了 刚才四位歌手的五音不全 全部都是属于后天性的五音不全 可以矫正的 那接下来 根据晴晴的培训效果 我们就可以知道 是否真的有得慢了 我们为大家调查了五音不全的原因 有很多种 也都知道了五音不全是有分为先天和后天的 五音不全是否只是一种病呢 如果是有什么影响 又有没有得益呢 接下来三个调查团继续为你调查 听完老师的说话 看来五音不全是一种病 而且他还有一个学术名称叫 我们在网上也找了一些相关的报道 我们一起来看看 网上关于五音不全是一种病的文章是这么说的 早在1878年 英国科普作家格兰特伦描述了第一例诗歌症 而近日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召开的国际音乐交流科学大会上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的比尔·汤普森教授 对诗歌症进行的一项新研究表明 唱歌找不着调也是一种病 被称为诗歌症 这篇报道还说 失歌症不单止会令你唱歌走音 而且还很难理解人家的情绪 从而导致你的人际关系比较差 我就觉得比较不可思议 这个唱歌五音不全 跟人际关系是什么事 听起来就好像大难也扯不来 如果说失歌症的确是一种病 而你刚好有唱歌走音 那你就要关注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很有可能 你是幻想了失歌症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是不是真的 接下来我们将会做一个实验 我们找来了三位志愿者 一个是音乐专业的学生 而另外一位是曾经被认为 是先天使五音不全的阿俊 还有一位是作为空白巨照的 普通志愿者珊珊 在实验开始之前 我们首先来领略一下马小姐 和阿俊的歌喉 先 明月只思荣 把旧闻青天 音乐主义的学生果然厉害 我们再来领略一下阿俊的歌喉 那我献丑了 你存在我身上的楼梯里 你的梦里 我的歌声里 马小姐你觉得 阿俊唱得如何 可能真的不太熟 我觉得她 但我不知为什么 可以唱到 弃弃弃 你觉得你自己唱得如何 我觉得 我应该唱得挺好吧 不是这样唱的吗 我记得是 李俊仔 这样唱的 我没有走音 如果五音不全 真的是一场病 那看来阿俊 是真的 病得起来 我们找到了 语言表演方面的专家 广州电台 资深节目主持人 李佩聪老师 来和我们一起做一个 语调辨别测试 实验一 三位志愿者背着老师 听老师说十句不同语调的句子 然后写下老师的语调是带什么感情色彩的 好啊 开始吧 大人 今天好有官威 好有客气 第二句 哇 你今天好英俊 第三句 你今天做了功课没有 下着的样子看起来 好像真的答得挺痛苦 而旁边的马小姐和珊珊 就答得非常迅速 完全不用想的 那么陈胭仪三位志愿者面对老师 听同样的十句话 然后写下答案 第一个 大人 今天好有官威 好有煞气 第八句 我今天去图书馆 看到个人 第九句 其实 你是不是喜欢他 第二次的试试 亚俊至少回答了 但是对不对呢 就要听老师正确答案是怎样了 我们看回答案 第一句 这个很有官威 很有煞气 其实是一个 挺有讽刺意味的一句话来的 那 就只有一位同学答对了 那第二句 你今天好英俊 其实是一个赞美 恭维的说话 那 两边两位同学都答对了 中间这位 他觉得是一个高兴 那个 感觉上也有点似的 第三句 你今天做了功课没有 其实是一句批评的语气 就是责问你今天做了什么 所以 其实是一个 就是 比较不开心的一个状态 那 中间这位同学 反而是 当作愉快 那 那 那些有点奇怪 老师从卷片上发现 阿俊的答案 和旁边两位女孩相比 真的差别很大 可以见到 就是 左右的两位同学的答案 基本上 大概有八成左右 都是 总确的 那 而中间这位同学 基本上 大概有九成左右 都是 捕捉不到 语言里面的一些 细微的感情 和语气的一些变化 和语言表达出来的 那种情感 情绪在里面 那 所以 基本上 所有的答案 都是 大陆的 那 可能 确实是 没法 纯粹 通过声音 去语言的情绪 从第一次的测试 答卷来看 阿俊的成绩 明显是差过 马小姐和珊珊 有一半个空白的 喂 隨便了解几个字 估一下都好 看第二次的答案 首先 中间这位同学 十个句子 都是有答案 首先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然后 看回来的答案 其实他的准确率 大概是 去到七成左右 这也是一个 比较大的提高 也看到 他能够看到一个人的表情 和一些略微的 肢体语言的情况之下 那个命中率 确实是提高了 经过老师一系列的观察 和试验之后 发现阿俊真的属于 先天性的五音不存 但我们也是 不会放弃阿俊的 我们决定 将他交给法律师 看看有没有得慢 是否两个不同的音 听得出来 有不同吗 你们可以看到 我很多时候 我按很多音 其实他对音高的分辨 是没有分辨能力的 我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 改变一下声音 和他的听力情况 尽力去试一试 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效果是怎样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 他会有少少变化 但是其实相对来 五音都全的这个情况来说 其实还是有一段 比较大的距离 阿俊经过法律师一段时间的培训之后 都是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 看来真的病得挺重 那究竟失科症是什么病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专门来到了广州市中医院 咨询相关的医生 他有一部分人可能得了一种失科症 这种病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先天的 大部分是一个先天的病 他其实主要是 因为我们人体 脑就是很精密的机器 那有些部位 就是不同的部位 管理不同的东西 不同的动作 比如有些部位 是管理一些运动 有些部位 就是管理那些语言的接收 或者是音乐的接收 那体就很可能就是聂业那里出现问题 那这个失科症 它的主要就是 对一些声音辨别接收 或者是认识 存在一些缺陷 特别对声音 对歌声 对音乐 那些传率 音调 或者是音高 它存在问题 接收存在问题 原来失科症是指 大脑左半球烈烈病变 大约有百分之四个人 是患有失科症的 失科症患者 不可以准够这样唱出一首歌 不过他们往往意识不到 以为自己唱得挺好 特别有些病人 除了唱歌唱得五音不全之外 可能对有些 面对面可能他跟别人聊天 他就可以领回了 就是通过一些面容的辨认 理解到别人 就是那个讲话者的那些 心理变化 或者一些语气 情绪的反应 如果他刚听声音呢 他就辨别就出现了困难了 所以如果发现自己唱歌 五音不全的话 大家千万不要轻视 因为如果是先天性的话 可能会影响你的交際 不过大家都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失科症 只是唱歌方面 和某些时候一些人制交往方面会有影响 其实对健康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但都是建议大家 尽早找专业的老师检查 可以对症自裂 范老师就建议大家可以听多些唇音乐 不一定要听有人声和唱的歌 可以多听一些唇音乐去感受一下 只音乐的那种感觉 这样对他们的耳朵会比较有帮助 虽然先天性的五音不全很难医 但是后天性的五音不全 都有可能变成歌王歌后的 我们不妨去听一下前面的 《我不是歌手》大赛里面最具前面歌手 晴晴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之后 效果是怎样 经过了一个星期的培训之后 我们的晴晴 不知道唱功有没有一个大的蛻变 那我们首先来采访一下她 自己有什么感受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 我知道你都很用心很努力 那你现在对自己的歌喉有没有信心 有 有吧 好 那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出发去掩收一下你的成绩 好 那我们一起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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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范老师 对你这位外徒 刚才的表现 觉得是怎样 在那么短时间里面 他可以有这样的提升 其实已经比较满意了 看来都得到我们范老师的高度 认可和赞同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 如果有后天的五音不全 都不要那么灰心 都不要不开心 因为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你都有可能会成为新一代的歌行歌后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 到这里都差不多了 节目开头的时候 我们的有掌问答 你又知道答案了没有 所以快点去答问题 抢奖品 那我们一起和各位观众朋友 一起Goodbye 拜拜